中超联赛第十一轮 看强强对话激烈碰撞 看宝吉之战提前上演 广州得比从来就没有平局 因为李皮与埃里克森赛前相约 书球者请客 让本次碰撞似乎少了一点火药味 然而从5比1到0比1 亚冠赛场高跟猛进的广州恒大意外落败 是偶然还是必然 三个1比0三连胜 然而最经济的胜利也折射出国安得分能力上的欠缺 格龙的及时解禁付出能给国安带来进球吗 上轮压哨绝杀获胜能激发辽宁红运的信心吗 杭州绿城主场临战上海身心 杭州绿城主场已经三连胜 本轮面对急于抢分的上海身心 外援拉萌还能保持旺盛的进球欲望吗 过往20年 双方一直在顶级联赛当中 两支曾经的冠军如今需要面对各自的困难 谁能在本场获胜以尽快度过动荡期 王大雷带领以对手身份重回鸿口足球场 能够激起怎样的火花 长川亚太对阵江苏顺天 两队主教练高红波和德拉甘相互反割救主 五轮不胜让高红波被迫放弃三中位主戏 这对亚太来说是机会吗 新四轮比赛上海上岗三平一负 贵州人和两胜两平状态此消彼长 上场队能否延续上赛季对阵人和的不败战绩呢 大连阿尔滨迎战阿尔滨一腾 本场被球迷戏称为尔滨得比 但其实更是大连得比 以大连队员为班底的一腾 能否找到家乡作战的感觉 上轮客场战胜江苏 大大提升了建业全队信心 本轮拥有主场气势 能让建业在保级对阵中 斩折先机马 中超十一轮 看点无限 精彩无限 朋友们大家好 星期六的晚上 我和徐阳继续陪伴大家 度过一个足球之夜 在今天晚上的十九点三十分呢 将为大家带来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 是北京国安队在自己的入场 工人体育场 看到我们已经看到了 面对的是辽宁鸿运 这也是不光是中超时代 也不光是假衣时代 这可以说贯穿着我们新中国足球历史的 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这两支球队在中国足球的历史当中 都取得过非常辉煌的成绩 两支球队之间也有不少的恩怨 作为又在你是辽宁人 然后又在北京公安效力的这个球员 其实你对这个其中的这种这种故事 肯定了解的比我们要更多吧 对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父亲其实以前就是在辽宁队提球 你看 所以像这个 只是几代人的传承了 对 然后像王亮啊 王亮的父亲 这是辽宁队的这个当时是一个代表了 对 那目前王亮也在辽宁队当中效力 那么北京其实跟辽宁关系一直都还是不错 两支球队 但是可能就是九九年那场比赛 可能让两支球队的球迷 或者是这个球员 有了一些这种 怎么说呢 这种相互这种对抗的这种概念也好吧 可能就那场比赛吧 尽管过去了那么多年了 但是辽宁队的队员 包括辽宁的球迷提起那场比赛的时候 还是心有不甘啊 因为真是赢下来了 就是冠军了呀 而真是凯泽 只有那么一点点了 幸福非常近 没错 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呢 双方的这个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了 你看我们的中超观察团 在第十一轮预测的这个结果当中呢 给出的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个预测 九人认为北京官队会获胜 一人认为北京官队会打平 没有人认为辽宁队 我先想问一下 打平那个人是谁预测 对在我们的背后有这个 你大家看一见 两个电视台的评论员 也都认为北京官队会获胜 让你预测的话 你认为 我也会预测 我是有两种选择 可以 盛和平 盛和平 看好辽宁队打平的原因何呢 因为我觉得这支球队 他是刚刚经历了换帅 现在的这个主教练陈阳呢 这是比我小一批的球员 但是他应该是跟李金宇 跟王亮 跟赵俊哲是同时代的球员 但是他比这几名球员 又稍稍年龄大了一点点 所以他在辽宁队 对这支球队应该说还非常了解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 我们的现场记者杨叶 听一听杨叶的现场报道 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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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了吗 现在 现在是这样的 已经有 下雨了没有 我们关心的是下雨了 因为今天的天气预报 现在还没有下雨 还没有 好的 请你继续介绍现场的情况 现在还没有下雨 球员已经来了 有一半了 介绍一下主队的情况 好的 我先从昨天的新闻发布会说起 在昨天曼萨诺是 先于三亿一个人来到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他主动和现场的记者打个招呼 但是没有人能听懂他西班牙语的说什么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来曼萨诺的心情是非常的好 因为球队刚刚经历了一个三元胜 不过也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因为是三个1比0带来的三连胜 曼萨诺是这样说的 现在球队已经能够适应他的技战术打法 而且每场比赛都能够放得出很多的得分机会 近几个球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球队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他相信随着联赛的推进 北京国安有能力打进更多的进球 那么到现在联赛已经进行了十轮了 曼萨诺和球队已经顺利地过过了磨河期 而且曼萨诺的西班牙打法 正是北京国安最近几年一直追求的这种风格 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 在今年联赛的前十轮 北京国安的传球总次数 是排在了中超所有球队的第一位 超过了广州恒大 应该说今年联赛以来 北京国安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状态 球队中的几名外援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比如今年新引进的韩国外援 何大成已经入选了韩国的国家队 他将会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而另一名外援格隆没有能够进入 巴多尔国家队的大名单 这多少让人有一些意外 不过主教练曼萨诺介绍 格隆目前的状态和心情都还不错 他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在经过了三轮的停赛之后 格隆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今天的首方名单当中 除了他们两个人 我重点想提一下的是 北京国安今天新引进的阿根廷外援巴塔亚 可能有的球迷听到这个名字会感到有一些陌生 那是因为大家更习惯的叫他是巴塔拉 但是在中超联赛的官方志气策上 他的名字准确的翻译是巴塔亚 只不过大家一开始是按照英文的发音来翻译 所以到现在也就习惯性的错了下来 巴塔亚在加盟北京国安之后 他在前腰的位置上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他不光能够助攻而且能够得分 应该说他是一个得分能力很强的中场球员 在今年联赛进行了前十轮比赛中 巴塔亚的五个进球帮助北京国安队 带来了五场比赛的胜利 对队友和教练对他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应该说他是北京国安今年引进的最成功的来源 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一起认识一下这个阿根廷人 好 这是本赛季这个阿根廷射手打进的第五个进球 算上这个进球 他的四力进球直接帮助北京国安队拿到了十二分 尽管赛季初缺少一些系统训练 但是我认为我现在的体能状况非常好 每个人来到一个新的球队都要有一些适应 实际上就是和队友配合默契的程度 并且还要理解教练的意图 我认为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赛季之初很多人都会质疑 国安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已经三个月没有系统训练的阿根廷小个子 但是联赛的前三轮 国安队正是凭借他的三个进球取得了联赛历史上的最佳排局 阿塔亚说他喜欢自己进球的感觉 我喜欢我的每一个进球 因为每一个进球都可以帮助球队取得胜利 这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所以让我选择一个出来这非常困难 并且我想说目前教练的战术打法非常适合我 我的每一个进球和他们都分不开的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除了客场对阵贵州队的远射之外 阿塔亚的其他四个进球都是门前强点取得的 对于这种门前灵敏的嗅觉和进球的效率 巴塔亚谦虚地把他归功为运气 首先我觉得这有一点运气成分 但是我们的队伍在进攻方面确实很出色 所以一支强队在不断进攻的情况下 防守一方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只是很好地抓住了这些问题 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整个球队踢得很好 在引进巴塔亚时 国安队看中的是他的助攻能力 但是顶着土耳其联赛助攻王的称号来到国安后 巴塔亚却展现出了他出色的进球能力 我觉得助攻这个数据吧 有时候你把球传给队友他进球了 才会算是我的一次助攻 所以有时候数据反映的并不是那么真气 但无论进球还是助攻 对于我们球队都很重要 我也会在两方面都下功夫去领 不断的进球以及和队友愈加默契的配合 让巴塔亚很快地融入到球队当中 队友们对他也有着极高的评价 控球非常好 而且脑子可能很清楚 然后把球传给他 你会觉得特别安全 尤其在我们队的踢法当中 巴塔亚能很好控制我们队的球员 那个球员的节奏 什么时候该快 什么时候该慢 球迷们也很喜欢他 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叫做阿根廷小精灵 我也希望球迷朋友们 对我能有好的印象 我也是在主场踢球感觉非常舒服 因为我感受到很多人在支持我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五个进球 一个三连胜 无论是巴塔亚还是国安队 都在朝着最高的目标迈进 但是巴塔亚还是表现得很谦虚 他说他不想定下什么宏伟的目标 但是一切的努力 都会在赛季末得到应有的收获 我和队伍都有同样的目标 就是赛季末的时候和大家一起 把该捧的的奖杯都捧起来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奋斗的目标 我想我们一定会达成这个目标的 孔卡走了 来了巴塔亚 这个阿根廷小个子 我相信在未来的中超赛场上 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那么对离开了孔卡的广州恒大来说 这个赛季进行的就像过山车一样 刚刚赢了一场亚冠的大胜 回到自己的主场 在昨天进行的联赛当中 林比又输给了同城的对手福利 那么这场比赛和上一场比赛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看一看我们的随队记者 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从5比1到0比1 只用了4天的时间 两场比赛的结果 让人多少有些惊讶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赛后发布会上 李皮几乎拒绝回答所有记者的问题 这是我们经历历史最短的李皮发布会 第一次在天河体育中心 李皮获得的掌声有些刺耳 在广州夜晚的冷雨下 李皮和恒大队不得不接受 输求的现实 4天前的日本大阪 长居路上竞技场 2007年 刘翔在这里创造了第九道奇迹 这一天将再次见证 属于中国人创造的另一种奇迹 在和大阪樱花交手前 广州恒大的状态足够低迷 特场能否取胜 都是一个未知数 在联赛的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要通过这个联赛去找一下自己的这种状态 而不像是和以往来说 都是通过这个准备期训练比赛 打教学比赛来找这个状态 我们今年就是所经历的就是通过联赛来找这个状态 包括比赛训练当中这些也出现了一些伤病问题 因为空卡的离开可能对我们队的影响也比较大 因为这两年来一直是以空卡为核心的一种战术打法 然后你突然一个核心走了 然后对我们的影响或者是适应肯定会非常困难 尤其是前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一直找不到那种感觉 可能这种拿到球不知道该怎样传该怎样跑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吧 可能慢慢的现在我们会适应没有空卡的这支队伍 会有一种新的打法 为去年的超长赛季还战 还要适应新核心迪亚曼蒂 但是在这场比赛里 恒大给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穆里奇开了章 迪亚曼蒂还完成了令人惊讶的五次助攻 不只是我们三个我觉得整个球 就是一开始中 我们的球赛不是特别好 然后像我们后防去中场 前段我们都出发一些目击 我觉得能通过这些比赛 让我们更多的找到我们的目击 一起进入来的超过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让人想起了两年前那场5比1 5比1让两场亚冠之间的广州得比迅速升温 原本看作是恒大电场赛的比赛 变成了焦点 这场比赛的门票也是迅速告气 球迷也是想着发来做赛前的准备 休息的时间短 然后而且新的球员加入 肯定有一点慢热嘛 球迷都离开 现在5比1状态早了吗 那肯定啊 我们现在就是得比嘛 然后就把广州福利给打趴下 那就是我们对球队最大信的 按照我们今年的那个福利的配置的话呢 绝对是可以期待的这场比赛 很精彩的比赛 你预测比赛结果 我预测比赛的结果应该是福利2比1 赢 对 那你觉得恒大今年的亚冠征程你看好 我估计是拿不了亚冠军 但是进四强应该没有问题 对 因为每逢每一场 每个大赛都是大热必死 这位球迷猜中了结果 却没有猜中比分 比赛前 李皮和埃里克森这对老朋友 关于打赌吃饭的口水战 吵得不亦乐乎 两队对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 也是非同一般 开场以后 人仰马翻的场面频频出现 恒大率先获得了破门的良机 但是没有把握住 福利的队员拼尽了全力 赛后埃里克森认为 正是这股拼尽让福利赢下了比赛 很多事情要点平 首先呢 会大实一点 然后点一条 很昂贵的方式 让你比赛那边 我们取得了一场为大的成果 对我们踢得很好 今天呢 分钟的拼了起来 如果说学生点呢 觉得是整个球队的拼得精神 起到了决定性的救援 两队呢 都创造了机会 我们呢 创造了四次机会 但最后呢 还有我们笑到最后 我对球迷就先 赫上去 对他 感到非常好 这是一场比分 我们不能完全概括 精彩的比赛 从5比1到0比1 到底恒大发生了什么 李皮没有给我们答案 阿里克森也没有给我们答案 恒大还走在找回王者的路上 福利已经开始畅想 明年能否走上一条新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足球之夜 稍后为您带来中超联赛第11轮 北京国安主场迎战 辽宁红运 足球之夜之后呢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比赛 就是北京国安队辽宁红运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现场的记者孙雷呢 也已经做好准备了 因为孙雷对辽宁队是非常熟悉 他多年以来 一直是我们跟辽宁队报道的记者 接下来我们连通孙雷 听一听他对辽宁队的情况的介绍 孙雷 你好 辽宁队啊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赛季遇到的困难 可能比想象的还要更大一些 一方面是更换了赌场赌场的上座情况 不是很理想 另外一方面呢 连续几年的优秀球员离开 像杨旭啊 于汉超这些球员离开 使得辽宁队呢 这个赛季的这种表现呢 也是起起伏伏 而且呢 一度呢 大家对整个东北球队的这种表现 都不是说特别的放心 这场比赛之前 你掌握球队的现状 他们整体的状态 到底怎么样 确实如此 因为在赛前的时候 刚才我也碰到了球队的主力中卫杨善平 他走过来的时候 其实愁眉苦脸的 我说怎么了 他说腿伤了 大腿的肌肉还在疼 我说那你首发吗 他说首发 为什么呢 现在没人了 确实在中卫的位置上 现在辽宁宏运队来说 人很少 其实包括另外的一些位置 比如说郑涛 丁杰这两个打边路的球员 也都是因为伤病 现在没法跟球队一起参加比赛 那么现在球队遭受伤病 我也有问过球队的总经理 郑涛 他也提到一个是在第二次转回窗 会用掉两个换人的名额 除此之外 就得看这些年轻队员的发挥了 那么提到年轻队员 就得提到老黑远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他们是在土场2比1战胜了 杭州绿城 当时一传一射 尤其在最后绝杀的就是老将王亮 79年出生 今天已经35岁了 王亮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应该是很重要的角色 不仅说是他的经验丰富 更何况他现在是教练组的一员了 在五轮之后呢 球队做出了教练的章点 那么陈阳是带着赵俊哲 和王亮一起进入了教练组 包括在两天前 我们当时做了采访 当时跟王亮沟通的就是 你当了教练之后 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可能我说时间不够啊 说不像原来当这个球员 你训练比赛就可以了 现在你要看大量的比赛录像 去了解对手的情况 要做分析 然后还要把这些东西 传达给球员 所以你已经训练计划 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了 这是完全不同的主业体验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两天之前 关于王亮和赵启德的采访 三分钟的时间 让他们讲一讲过去的 三十年里的一些小故事 球到面前的时候 我第一想的是 这个球不能踢高 踢出去以后 再一看球 好像宋明源碰到了一点 紧接着就进了 然后就感觉 就真空了一下 整个世界就白了 好久没进过球了 不知道该怎么庆祝了 到突然间想到有 我有一张照片 是亮哥在后面追着我 拥抱我的照片 但是你记得是哪一场 哪一场肯定不记得 那个应该看比赛服 不是02年就是03年 在北京吧 不一定是在北京 03年也是那个比赛服 应该02年的面大一点 我觉得好像在北京 你给我传一个 传中好一头橱 这你怎么能记得住 好想是你穿的 十八队已经形成了 九个人完全退守 好球 漂亮 赵金德 我们俩亲自知识 但那个时候还允许脱衣服 还不给彷徨了 精心的李金宇 投球点给了队友 其实我们俩年龄一样 生日差17天 所以非常巧 而且我们俩都有性格跟画面 都非常相像 鼠羊又牧羊住 再一个就是我们俩从85年 建队我们俩都在一起 应该是快30年的交情 80年底 85年初 应该是30年了 才30年 咱俩第一次 咱俩合照 你才记得 在哪 不记得 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 我记得 赵哥最印象最深的 就是小时候在无洲东迅的时候 差点没掉江里 因为那时候都要过江训练嘛 然后在码头 他在我前头走 走一走 这人突然间没了 就是上船的时候 一看他卡在那个 码头和船中间的 然后后边我们有个老教练 纳导 一把给拽上来了 拽上来以后 当时感觉脸都白了 比较小 哎呦 我才谢 其实在剪这段片子的时候 当时看着镜头里照起着脸 就会联想起 看年轻时候 形成无敌这样子 应该说这是 过了这么多年 岁月也在小赵的脸上 留下了很多岁月的痕迹 所以有的时候 想听到王亮 在等待年轻人打出来 确实有的时候 会有这种心酸的感觉 就关键比赛 还有什么想更多了解的 呃 辽宁队 他们现在遇到了 用人上的这种困难 从长期来看 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 呃 现在呢 队员 呃 球队 呃 教练队员 其实都把心思 呃 放到了年轻人的身上 呃 刚才跟黄燕的沟通当中呢 他也提到了说 其实在和恒大那场比赛 打完之后 李奇也表扬了呃 辽宁队中的几名年轻群人 认为他们是非常有潜力的 对 呃 呃 其实他认为 现在对于辽宁的很多年轻人来说 能力上都差不太多 嗯 关键是对待比赛的心态 以及对待比赛的一些解读的方式 其实自从陈阳上任之后 队中的很多年轻队员都获得了上场的机会 包括在国安的清晰底细成长起来的丁海峰 呃 呃 包括在前边的胡言强 王浩等等队员 应该说这些队员是很有能力去竞逐 呃 一线首发位上的 更多况我们都知道 辽宁这个地方一向是出人才的 包括徐阳 徐志导也是辽宁人 呃 我觉得我们能有理由相信 呃 这支球队未来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优秀的人才 恐怕这也是他们要解决人荒的 这个问题的正解所在吧 建宏 好 谢谢 谢谢孙雷琼 县两个人带来的报道 呃 其实呢 我突然间想起了一段往事 我第一次看辽宁队和北京队进行比赛 那还是在我上中学期间 在石家庄 那当时全国的一个比赛 那么当时正是唐耀东他们的一届 哦 六三年六三年那批 哇 那批踢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当时北京国安 呃 不是国安 北京队当时也是刚刚获得了全国联赛的冠军 呃 在曾雪林的率领下 但是遇到了那支辽宁队简直没有还手之力 呃 后来也就是那批辽宁的球员创造了十连关的会访 对 就是高升 马林 唐耀东这批球员 没错 当时所以说其实辽宁足球它是有底蕴的 我们不用担心辽宁队会说后继无人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短时间内怎么能够尽快的结合的更好一点 嗯 应该是这样 但是辽宁经常顺利谈到一样 辽宁真的是不缺足球人才 呃 走了那么多球员 但是每个赛季依然能在中超 呃 毅力在中超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陈阳来说可能呃 就是刚才你谈到这个磨合 对 如何使用年轻球员呃 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吧 呃 刚才你如果一直在看我们节目的话 你会看到我们的记者正在连线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后边坐轨两 哈哈 少嘉一 他怎么像是这个辽宁队的这个在辽宁队身边 有点像助理丁面一样 其实这是我们跟嘉一的一个约定 我们已经请嘉一站在了我们前方的记者杨叶的身边 请他来解读一下北京官队今天首发阵容 以及激战术打法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我听听嘉一的 听一听杨叶和嘉一的对话 杨叶 好 好 好了 好了 呃 嘉一 现在我们已经拿到这个首发名单了 德龙是经过了静态之后 回到了首发阵容 你怎么评价这个任务 会不会在攻击力方面有一些增长呢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变化 也是一种正常的文化 因为之前小招还有这个乌达卡 给的都很好 然后踢了吉他比赛 可能也会有些疲劳 这个时候要保证我们始终 具有冲击力 具有给对手压力的话 我想换上一些新的球员 会对整个的 比赛的这种进程会有很大 这些作用 你刚才也提到了乌塔卡和陈志钊 觉得感觉今天球队内部的竞争是比伊朗更激烈一些 比如乌塔卡和格隆 陈志钊和张成栋 还有何大特和朴成 你怎么看这种竞争的这种赛选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 我觉得就是在国内就不说国外了 国内的船队恒大鲁能源船队 他每一个位置上都至少有两名实力相当的球员 因为我们要备战之前的亚冠 联赛 备赛 三线作战的话 我们追 如果要是想成为一支 可以到一些困难呢 我想赢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的 就是迫切地希望得到这三分 但是这场比赛肯定不会那么轻松 因为辽宁队很显然他们会打起朋友反击 而且他们这个队 我们辽宁队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好赡的一个球队 他们每一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 从这么多年从辽宁走路的球员不计其数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来争取这三分 好吧 好了 感谢嘉一 好 谢谢 谢谢杨烨和嘉一的这种沟通 应该说嘉一作为一个队内的球员 他对队内的这种训练啊比赛气氛的这种改变 他一定会比别人更敏感一点 但是我有一个其他的另外一方面的感触 就是这个嘉一啊 退役之后能做国安俱乐部的新闻发言人 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小赵跟这个王亮退役的话能去说相声 对对对 俩人的二人转说的不错 说的不错 非常好 另外呢 其实像嘉一小赵 也都适合这个干你这份工 到电视台来 确实也不错 做嘉宾 其实很多时候呢 通过专业球员 他们的这种专业的解读 其实能够让我们对职业足球能够有更深刻的一个 踢过球 我觉得还可能还是不大一样 对 说到这儿呢 我们先暂时离开我们要转播的这场比赛 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五轮比赛 因为这是第十一轮的比赛了 六到十轮又是五轮了 那么六到十轮那边 你觉得哪些球员发挥是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 直观上跟我们来讲一讲 一个是关的这个17号巴塔亚 这个球员他几场比赛的表现 就是他连赛开赛以来的表现 就是感觉他可能这个水平确实要高出中超一个档次 一个是他 另外年轻球员呢 我觉得恒大的廖立生 另外一点就是复利的叫常菲亚 这也是我非常看好的那名小匠 这是你看好的年轻人 我们在经过了数据和现场的对比之后 也评出了六到十轮的联赛的最佳阵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足球之夜联赛榜样 为您带来中超六至十轮最佳阵容 最佳守门员上海身心刘电座 近五轮联赛上海身心战绩有明显改观 这与刘电座的出色发挥密切相关 在近五轮比赛中 刘电座的呼救成功率和失球数两项指标位居中超首位 特别是几次成功呼救单刀球作用重大 最佳后卫广州复利江志鹏 上海身心乔尼 北京国安徐云龙 广州恒大张灵鹏 助攻能力和进攻欲望 是边后卫江志鹏突出的优点 近五轮比赛 他的射门术在边后卫中首须一指 在进攻之前 江志鹏的防守能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他的攻击防守往往能预敌于进去之外 队长乔尼带领上海身心 在近五轮联赛中取得了一胜三平一负的成绩 仅失两球 失球数为中超最少实属难得 出色的预判能力让他总能够把握先机 竹场比分落后 少数球迷向场内投掷杂物 阻止鲁能队员发脚球 这时北京国安队队长徐云龙 上前护送鲁能球员前往脚球区 还清理了杂物 并安抚了激动的球迷 近五轮联赛 徐云龙打满了每一分钟 35岁的他依然是国安防线的中流砥柱 亚冠中超两线作战 但是张琳鹏在近五轮中超联赛中 依然打满了每一分钟的比赛 充沛的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您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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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下午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数据 就是在前十轮的比赛当中 中超的场均上座人数是2.02万 终于是突破2万了 这2万很不容易 因为过去中超一度跌到了1万出点头 那么现在一点一点一点几乎涨了一倍 和上个赛季的前十轮相比 上个赛季前十轮场均是1.87万 我们每场比赛多了1500人 要说这1500人不多 但是对中超来说 你能够看到它是一个在上升的通道 上升的巨少的程度 没错 这是很重要的 徐阳恐怕也见过那种踢球 特别 观众特别少的那种阶段 经历过吧 但是那种阶段 球员在场上 其实踢起来那种感觉 跟这个球2万多 3万多球迷的话 是感觉是坚然不同 没错 那么在今天的夜视线里面 我们除了要谈观众上座提升之外 我们还要谈一个 让大家可能听上去不太高兴的话题 那就是我们的红牌数也上升了 可以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上 前十轮联赛打完了以后 红牌总共是18张 去年全年是36张 今天才打了三分之一 就已经一半了 这个数字的增加 我觉得有必要让我们引起重视 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些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红牌 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一边分析 我们一边来去探讨 来看 这是山东鲁龙队 江苏国庆顺天 鲁龙队打反击 张文昭代球边路突破 吉祥过来之后的 一次飞踹 这是恶意犯规 这是一个红牌动作 所以裁判员毫不犹豫上来 直接就是一张红牌 这个球呢 我想对我们的球员来说 我们要提出批评 无论怎么样 你不应该在场上有这种事情 你要想想 你的犯法和人家的犯法一样重要 再看这个球 同样 这是上海德比 那么在上海德比当中呢 连续出现了两张红牌 按道理来说 德比出现红牌 是个正常的情况 但是呢 你不应该是 以商人为企图 这是刚刚出场的小将吗 对 杨世元 刚刚上了三分钟 这是明显的一个双飞动作 对 但接下来 百家俊这下也是非常不冷静 对 其实你要相信裁判员在场上 他是能够做出公正的判罚的 你这一下 能怎么样呢 不仅正义得不到所谓的伸张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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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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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